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使命召唤手游这赛就快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双战神上了没有 那么陈老师我是凭自己上的双战神 使命战场的话战神还比较好上一点 但是多人对战的话就战神不好上 好像从下个赛季开始 战神要8000分以上了 所以说因为靠带恋上战神的人太多了 所以说大家且上且珍惜吧 这赛季双战神完成了 然后的话给大家发一把真人的刀光剑影 好的 我们进入游戏 我匹配的是核弹小镇这个地图 用军用斧跟大家说了 军用斧这个的话 它的攻击距离比一般小到远 但是它的重量比较重 也就是说拿着斧子的跑动速度没有小到快 数据上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实际感觉好像差不多 这个跑动速度 这一波看到两个屁股 赶紧拿着斧头咱们去追 这个模式的话 其实陈老师我并不擅长刀战 我一般副武器我不带刀的 好 直接一个划铲加一个攻击直接带走 我副武器一般带的是独刺 这个就是我手长对不对 带独刺或者手枪 我一般没有打刀 被他反手刀给劈掉 这个有点可惜没操作好 我一般副武器是不带刀的 所以说陈老师我并不擅长刀战 我就出这个模式的时候 我才会练一练 好 这一波来 哎呦 这个慌了没劈到劈了劈了劈了空气 我好 赶紧来一刀 好 这波回头来回手套 哎 两刀好 三刀 哎呦 舒服了 舒服了 三刀好 这波来 哎呦 没劈到 对面一个小的把我干了 有点难受 那么这时候我有燃烧瓶了 那么陈老师我不是上一把发了人气 在真人对战中燃烧瓶基本上没什么用 因为如果一旦被燃烧瓶打中的话 一般我们都会逃开 逃开的话 其实你血了哪怕残血也没关系的 因为这个刀批任何身上任何部位都是一刀 大家给刚才给看 哎呦 我的天 这个人往后很聪明啊 看我批了一个 虚黄我一刀啊 然后往后退了一下 然后再往前 那么这个 好 这一步来一刀 来 两刀好舒服 我们批完之后有个延迟的 就批完之后不能马上批掉刀的 要等一等啊 好 这一波 他的攻击频率好像没有小到快 但是他这个斧子就手长 来 我来直接尖刺舒服啊 陈老师身上有个燃烧瓶啊 来来来 我烧死你 来来来 过来过来过来 好 这一波来直接 哎呦 我被这个飞斧给打砸死了 这个飞斧是有点想命中敌人是有点很困难的 因为这个飞斧不过不太好瞄啊 这一波 哎呦 又是你 哎呦 又是被他飞斧给瞄中了 哎呦 我的天 脸死两次了 这一波的话陈老师第二名了 我就九个人头 第一名十个人头是吧 但是没有关系 来飞斧乱扔啊 我这个飞斧总是忍不住 来一个漂亮啊 来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来我手长 哎 我他好像用的也是飞斧 来三个再来啊四个漂亮啊 这一波啊 连续一波四杀 再来 哎 等一下 看能不能五杀 哎 等一下 哎呦 这个人放箭子 哎呦 差一点啊 这个滑场滑过去了 但是这个攻击键呢 也没按出来啊 好 现在的话第一名成老师 又把第一名给抢回来 我有一个燃烧瓶啊 你敢过来我烧死你啊 烧死你啊 好 来一刀 哎 舒服了 陈老师有个尖刺啊 大家注意一下 我尖刺尽可能多打人 这一波哎飞斧没人中 来再批一刀两刀好的 好 这一波啊 看有没有机会好 这一波你能能见几个两个票啊 两千十七个人头了 一下子领先了四个啊 这一波哎呦 又是被这个飞斧 小伙子飞斧认得挺准啊 你是不是天天每天在练这个东西啊 他父亲是不是每天都带着这个飞斧啊 哎呦 好 这一波啊 看一下啊 17个人头对第二名13个 我感觉离第一名这个 离获胜这个好 这一波有机会飞斧 哎呀 他直接放个尖刺 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来来来来来 哎呦 没喝到 来一个漂亮好 哎呦 等一下啊 往退一退 两个漂亮好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来来吧 哎呦 他提前比我先按出这个攻击了 但是没关系 只剩下最后一个人头啊 陈老师应该应该我拿第一了吧 第二名跟我差三个啊 除非他手里有个尖刺 这一波看有没有机会 然后看一下 哎 这边听到脚步 等一下大家会看到非常搞笑的一幕啊 这个也是视频的这个分辨啊 好多人追着好 你看 你追你 他追他 你追你 我的天 笑死了 螳螂捕缠 黄雀在后吗 第二名17个 跟我差三个 第三名14个 好的 其实还不错了 这一把总算是我拿到这个刀光剑 也拿到第一名啊 我确实本身 陈老师不是很擅长玩这个刀战的啊 行吧那本期视频也是给大家做到这边啊 还比了个夜是吧 哦 有点有点有点那个 行吧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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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